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哪里最好玩 大家好 我是欢欢 很清甜 没有错 我听懂了 你的包衣还是不错的 大家好 我是江西旅游频道的主持人黎欢 来自江西宜春 我从小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 所以也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家乡有多么的美丽 直到最近参与录制江西旅游频道的江西哪里最好玩后 好嘞 现在我们来到了风情如画的蜜月山脚下 好美啊 欢迎你们来我家玩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你了 嗯 跟着我吃 跟着我玩 离天好近啊 看这个云朵 太刺激了 好 当我看见他们看到明月山之后那一种惊喜 并且非常震惊的夸张表情之后 我的内心呢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了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哈尼哥 哈喽 你们好 我是哈尼哥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帅气的哈尼哥 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 我喜欢配音 而且我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去配音 哈尼哥 我是你爷爷 嘿 兄弟 你小朋友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了 对不对 我是一个北方人 在我们北方特别重视节日 可当我成为主持人之后 像少儿春晚迎春大直播 让我没有办法准时回家过年 而在这个时候 我经常会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或者走在街上 思考我是不是应该坚持下去 南昌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城市 我愿意坚守在这里 我也希望我的梦想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 今天晚上9点23分 IFM九集子江西旅游广播 陪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我是超凡 和你继续留在古德南星空共享流行经典 大家好 我是江西旅游频率的主播超凡 当初为什么会来到南昌呢 就是为了尝一尝南昌最有名的瓦罐汤 哎 喝了瓦罐汤之后 足足胖了有20多斤 这也是我来南昌最大的收获了吧 其实我的家乡扬州 距离南昌有一定的距离500多公里 但是我并不觉得遥远 为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因为每天早上起来 有瓦罐汤有半分的陪伴 另外呢就可以从事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8点到12点 都有听友陪伴我和我在平台上聊天 其实这一切都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我相信等我真正的学会南昌话之后 我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南昌人 跟了棒棒糖哄你睡觉 祝梦新时代 绽放新未来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棒棒糖姐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西少儿频道的主持人 棒棒糖姐姐 那么在小朋友们心中啊 我是天王巨星 那我自己呢 其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南昌本土女孩 因为小时候就是一个 乍乍乎乎的性格 所以呢在14岁的时候 我家里人就送我来学习了 中国茶艺 然后从此以后 我就爱上了我们江西的茶文化 那我最喜欢的茶呢 还是我们的庐山云雾茶 曾经我们的 朱德大将军也说过啊 庐山云雾茶 味浓性脱辣 若得常年饮 盐年饮受法 是江西的好山好水好茶 孕育了我 能够让我成为 江西小朋友们 心中最年轻的 棒棒糖姐姐 回不去的香手 忘不掉的香音 现场和电视季节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江西银行 独家官民播出的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 我是廖杰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欢迎和我们一起 让香音相情 更亲更近在身边 又是一期江西方言大会了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欢迎 两位评委老师 是的 首先欢迎我们的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江西省首席专家 南昌大学 胡松柏教授 欢迎您 欢迎胡教授 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帝宝 是的 同样也是来自我们 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帝宝阿志 欢迎你 那今天呢 令人期待的又有我们四位同行 我们的同事 加入到我们的方言大会 是的 分别会是谁呢 四位非常年轻的主持人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哈尼哥 欢迎你 很好 火车不是推理 牛皮不是推理 快路山上是走多 那可不是推理 高路上的是拿羊肉串 往里头塞里 是家庄里风情 是家庄里地理 是家庄里哈尼哥 方言这里第一 哇 掌声 好有气势 我告诉你啊 你听明白了没有 这个 火车不是推的 牛皮不是吹的 他一定要拿第一啊 对 他来自石家庄 而且最重要的 自从我们哈尼卡图频道 有了哈尼哥 包括我们这样的爷爷辈子 见到他 也得叫他叫哥 好 继续欢迎我们的姐姐 欢迎帮帮帮 哈喽 南昌是洪都新城 我是这个洪都城 最红的少女 也是江西小朋友们 心中的天王巨星 江西的方言 就应该通过我的嘴巴 传承下去 我是邦邦堂姐姐 她们俩都是来自这个 哈尼卡同频道 对 你们俩是主团来的 最起码两个当中 要有一个最好成绩 好不好 都想好了 如果邦邦堂倒下去 那么先摆个 哈尼哥站起来 如果哈尼哥倒下去 先摆个邦邦 站出来 连红了 不要以为你们两个来了 就不得了 在下一位选手看来 你们都是凡人 好 来 有请超凡 不追明星 不哈喊 方言大会 看超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超凡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很有自信 为什么 看这里 重量级选手在这儿 谢谢大家 用体重碾压你们 对 没有错 我觉得她无论是她的语态 还是她的形态 都充满着自信 必胜啊 必胜 超凡 加油 好 接下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新生代主持人 欢欢 小女子初来驾到 虽说刀枪见急 俯月刀叉 琴棋书画吹拉弹打 我是样样不同 但是对于江西好吃的 好玩的 我可是样样精通 来到方言大会 就是要长江后浪推前浪 把三位前辈们 推倒在沙滩上 承让 承让 哇 这楼中又带钢呢 哎 初来乍到 没想到这么有气势 四位 看来今天又是一出好戏啊 好的 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成为我们的单场冠军呢 接下来进入到 四进三 抢位战 第一轮 四进三 抢位战 比赛规则 四位选手分成 两组进行抢 达PK 抢到并达队 获得100分 答错则对方得分 每组共有五题 每组得分高的选手 晋级 其余两名选手 将进入下一轮PK环节 本轮淘汰一名选手 来看看我们的分组情况 那么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组PK对手 哈尼哥和我们的欢欢 好的 两位要马上进入了五道题的比赛 有没有信心啊 哈尼哥哥 那必须有信心 信心百倍 我有一首歌要献给哈尼哥 哈尼 干嘛 我把你放进我的心里 哦 有点尴尬 就是你一定要小心 然后呢 这场比赛一定要让我拿冠军 我是 一个人的眼 我的心 应该放在这里 比赛时候 我的双手应该拍在这里 这是我 哼 这个钢铁直男 想要抢个大阿提提 我想要淘汰你 淘汰我欺负我不会唱歌吗 我也有一首歌最后送给你 也有一首歌最后送给你 我送你离开 比赛之外 你快点淘汰 放眼大赛 或许不该 留你到现在 哇 留到现在 人家才刚刚读到第一道题 就要送他去千里之外了 哈尼哥你好狠哪 我也想送一首歌给你们俩 我不想说 开始说题目好不好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比赛环节 首先第一题 请看大屏幕 我来说段九江的顺口溜 听好了 蓝蓝跳弹子 闪了褲 闲做鸟 闲做鸟 动了蓝 怕了鸟 请问顺口溜足的老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A 想上厕所 B 摔了一跤 C 枣子让鸟湿了 各位 开始 抢到 哎呀 哈尼哥抢到 来你的答案是 甭管会不会这道题 我觉得要先拿到主动权 刚才我在顺口溜中好像听到了 枣子 那我觉得 有可能 对吧 这个有提醒 那我觉得摔了一跤应该不一定对 那么 有可能应该是C 所以我选 C 对吗 你选C 对不对 我们来看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B 摔了一跤 您答对了吗 啊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那么由慧光莫得100分 谢谢哈尼哥 你这不是送他离开 你这是送他拿冠军呢 我是送你100分 好 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第二题 我是金刚商潜党时代 第十代常政人林文飞 我在金刚商潜党时代 俗称为前端十字 内下有冷灯十字 Q钱Q关 音色景气 杯垫 接摊摊舞 其他项目组成 在表演中 他有音声乐器 鲁骨 忘了字 啪子 腾楼 喇叭 我的题目是 忘了字 啪子 是什么意思 开始 抢他 哎 哎 你个手过快啊 一定要答对哦 是 这道题我有把握 同样是三个选项 C有大鼓 而我在题中明确的听到了有鼓这个词 那么我觉得不能重复 所以C我要排图 D中有一个我十分熟悉的词叫邦子 河北邦子枪戏 对 那么在河北其实是很有名的 而邦子正是邦子枪戏的一种伴奏乐器 那么据我了解 邦子枪戏它主要分布在河南 河北 北 山东 山西 在南方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邦子应该不是 最后还剩什么 A 我就选什么 好那看看答案究竟是不是A呢 河北 就是网络子 河南亚王子 他子 就是脖子 是常常的打击业绩 回答正确 恭喜自己 恭喜 获得100分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题 请看大屏幕 在干中南部的青山绿水间 散落着一片片醒目而又沧桑的客家围物 他们时而婉约 时而雄混 如同一位历经沧桑 却温情依旧的千年老人 诉说着客家人的生活智慧 其中 位于龙南县阳村的燕毅围 是干南客家围物中的精华之作 它解构其特 功能齐全 集汤哈 感念 蜀法 桃马铁于一体 具防火 防攻 防炸于一身 既是客家人的舒适居所 又是战斗式的坚固堡垒 请问 在客家话中 感念是什么意思 两位 开始 抢答 依然是哈尼哥抢到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 A 请开答案 在客家话中 感念就是居士的意思 你答对了吧 回答正确 恭喜哈尼哥再添100分 比赛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了白润化阶段 看着连抢三题 来势汹汹 接下来 宽欢必须每一抢到 并答对 还有一线生机 那么 宽欢能否 渐入佳境呢 来 进入到我们第四题 请看大屏幕 看来不是谁都能送快递 看把他累了 万一 不是你们自己 刚刚过六一半 还有那些少神医 我要 我要狼鸡 你好 滴滴滴滴滴下明术 还有第一次下不进入 你们立刻半天往那儿 我打结 我的室屉上的一个扎脸子 我小的小木头 我立的 我疯的 我扔的 我不要准备 心目中的快递五言之物 请问 扎阿联姿 在锦德镇方言中是什么意思 三个选项 两位开始抢打 哇 欢欢 C 知了 好 你来看看答案 究竟是不是知了 恭喜 蒙对了 没答正确 这都能蒙对吗 对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太不公平了 怎么了 因为这明显是一个专有名词 对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北方的专有名词 你们加正话 知了叫什么 我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有几个词 你们一定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来考我 比如说 我们的阿职老师 排场 排场 排场我听得懂 就是长得气派 不 不是气派 是英俊 是潇洒 是帅 英俊 潇洒 你真是用得不恰当 我再几个词 比如说叫 不仔细 叫 昌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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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豆子吗 这种 说豆子吧 也有关系 这个叫花生米的意思 哦 花生米 这个怎么猜 哦 那我们 所以说这个题 对于我来说太难了 太难 我们是如何呢 知了这个词 它是答对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两位 比分 非常非常的一致 都是200分 那最后一题 就异常重要了 是的 这一题 我们呢 同样的是要请出我们的热心观众来为大家出题 你知道吗 我们一旦开通了这个我为名嘴出题的通道之后啊 很多的热心观众都非常的踊跃 上传他们的视频 要给我们的名嘴来出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这样一个机会 到底是哪一位幸运儿呢 来 我们 请看大屏幕 是一位小伙子 来 我们接通 你好 嗨 你好 你好 哈喽 哈喽 主持人好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九江的至尊宝 至尊宝 这个名字好霸气啊 他的网名叫至尊宝 酒奖啊 酒奖 给我们吃到方言题吧 两个蚂蚱 在青蛙的膝盖上 扩拔 那请问我刚刚说的扩拔是什么意思呢 有三个选项 A 玩耍 B 打架 C 聊天 开始抢答 决定欢欢生死的时刻来了 到底是谁抢到并答对 是哈尼哥还是欢欢 开始抢答 好 哈尼哥 哈尼如果答对了 将晋级 答错了 那就分数给对方 也就非常危险 这个扩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我大学有个室友是湖北人 他有个叫扩天 是聊天的意思 扩天 而我觉得湖南 湖北 江西 咱们这边 毕竟是南方嘛 对吧 也有一些 与那些相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聊天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因为九江一过江那边 就是湖北 对 有可能吗 是不是聊天 所以你确定 我确定应该是聊天 就是聊天 至尊宝 你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是什么 恭喜哈尼哥答对了 哈尼哥在其他发言中 确实是聊天的意思 回答正确 我们的哈尼哥胜出 胜出 恭喜 那么我们的欢欢就进入到 在地心 加油 加油 赶紧准备好吧 两位 好 任期限的观众伙们 如果说你对你的方言 有足够信心的话呢 就可以来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 选择我要出题 那么最后经过 咱们节目组的甄选呀 你将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 连线江西名嘴现场 给他们出题 还等什么呢 秀出你的家乡话 和我们的名嘴们 一较高下 这里是由江西银行 国家冠名播出的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 好的 我们来看看啊 接下来两位 也是五道题的比拼 究竟谁能胜出 落后的那一位 将和我们的欢欢 进入两两最后对决 是的 来 首先进入我们第一题 请看大屏幕 这你们平乡 应该带点什么好吃的回来呀 这当然有了 就是我们远近闻名的 平乡熏肉啊 肉啊 我喜欢 可是熏的肉好吃吗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们平乡人特别喜欢吃 这个熏肉啊 蒸出来直接吃那个香啊 就是有一点 吃多了 容易苦英 你知道平乡话当中的 苦英是什么意思吗 A 逆人 B 噎人 C 熏人 开始 抢他 棒棒糖 姐姐 我选B吧 噎人 噎 噎 噎 就是哽住了 吃鸡蛋那种感觉 吃不下去了 对 选择是B 来 请看答案 确认答案呢 就是A 逆人 您答对了吗 谢谢 谢谢 那这道题呢 恭喜超凡 获得100分 因为你抢到了没答对 所以棒棒糖 这个100分要给到超凡 是 谢谢 好 继续 第二题 请看大屏幕 喂 王哥 最近公司是不是在研究 这个人事问题啊 对 我觉得你的经验呢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 差一把 这个火候 这个火候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给经理 意思意思啊 意思意思 这个怎么意思啊 最近家银行在搞活动 绑定江西银行的财富卡 通过云甩服APP 到超市买东西 就会想是蛮简的 看到没 看到没 赶紧拿着 给经理买两套中华 能省一点啊 省一点 中华 这个可以有 哎 经理 一点小意思啊 这个转正就轻轻 你照顾照顾一下 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你不是喜欢中华吗 我是喜欢中华 但是 我可以自己买 用不着你送啊 哎呦 我说这个是什么猫的 公啊 我去买的 小两笔经理的 这里啊 经理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买 马上给送过来 啊 请问在刚才的短剧当中 幸运化 经理是什么意思呢 两位开始 抢答 好 超凡 超凡 耶 好 我觉得应该是牙刷 我就不排除了 因为牙膏配牙刷 天经地义 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毛巾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回答错误 我送你一百分 你送我一百分 礼尚往来吧 你们礼尚往来 送来送去啊 和第一组不同 棒棒糖姐姐 跟超凡 上演的是 情节跌宕起步的大片 各送对方一百分 紧接着 棒棒糖姐姐又拿下一笔 那么第四题 对两位来说非常重要 接下来 谁能顶住厮杀 以前晋级呢 那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第四题 请看大屏幕 诶 当中飞来了 哎呦 家里的我也有死 那领导的搞在 是这么难的 叫下多 哎呦 点净 哎呦 今天要飞你 那是无脑子 我知道买了恨桃 哎呦 哎呦 家真的是 有不得脑哦 来 回去照耳朵 哎呦 先加料子 加了再玩 味道不对 这个棒锅 你起个东西死了 哎呦 咋没了 哎呦 死了 对对对是吧 对对对对 咋 咋 你今儿到这里 是让我解个复备了 不要得 我吃点 我都不够了 啊 会 小李啊 我想她过来 一顿三个月 你给你留下来到 跑到哪里了 就在干净做送啦 要做送啦 哎 小李啊 公司那么高的啊 我没高的 才过来啊 请问刚刚我说的 在南上方言中是什么意思 两位开始抢答 应该是挨骂 好的你选择是B 对 好 请看答案 在南上话中就是挨打受骂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回答正确 好开心 阿志 地方阿志 南上话多生意 哪一定就是挨打挨骂呢 也不完全是 我认为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是一个老男生话 现在年长年的拉高高三个字 延伸出了另外一个字 叫多达词 多达词呢 又比多生意呢 它就更泛一点 多生意准确实来讲 就是被责怪 不一定是打骂 被埋怨 被责怪 就你做错事了 多生意你 就是长辈 朋友 身边的人会责怪你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已经分出胜负了 是的 300比100 那接下来最后一题 即便是超凡回答正确 也很难再赢过棒棒堂 没办法赢过了 所以他们两两对决呢 胜输的是棒棒堂 谢谢 来看看我们这道题目是一道场外观众连线题 好来我们来进行连线 你好 嗨主持人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没想到能连线到我这边 真没想到 我们家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这个明月山这边旅游 在宜春明月山 明月山吗 你现在就是在明月山吗 果然那么美啊 那个地方 对对对的 在竹林里面 那你要给我们出一道题哦 这道题决定他们两个谁能够留下来 对那既然是最后一道题 我就出一道有难度一点的题了 我要用我们宜春这边的方言来念一首古诗 然后呢就请大家听好了 我要念了 我的题目呢就是请大家就是说用普通话 单译一下我刚刚念的这首古诗 哎呀这位朋友的题目有点难 不仅考大家的方言 还考大家的这个文学水平 对呀还要有积累 是 但是 两位听明白了没有 来 我忍不住想说一句 难唱话 起了佛起了佛 起了佛起了佛 两位准备好 开始强大 好 恭喜欢欢 欢欢应该是宜春人 宜春人 这道题是我的主唱呀 为你良心打造 所以我来可以翻译一下 好 他前面应该是山称明月好 月初变山明 要上珠峰去 无妨半夜行 刘老师 其实这首诗我知道的 他叫对 记明月山称 对 是唐代诗人奇迹的诗 对对对 而且他后面还有四句 还有四句 还有四句 对 叫做白元真雪色 幽鸟鼓琴声 五子居来久 阴望我再成 此刻应该有掌声啊 当然也是撞到了我们的宜春老乡 是 来告诉我们他的答案对没有对 恭喜他 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哇 你实在是太有杂了 这样能把后面几句都全部 全部接上来 哇 所以没有难倒他们 当然也谢谢你的出题 谢谢来自明月山的这个姑娘 谢谢 你把那个镜头给我们看看 明月山 转一下 看看美景 对 给我看看明月山 哇 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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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好漂亮 对 这边超级漂亮 谢谢你 谢谢你 那拜拜 拜拜 所以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花花 十一会儿到了下一节目的比赛 好 欢迎回来电视机械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联合训飞输入法 共同推出的方言挑战赛 闯关小游戏 是的 这款游戏一共设置了 答题领奖和我来出题两大板块 答题领奖一共设置八关 每关是五道题 每关答对四题级以上呢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称号 那么如果说你成功通过八关 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 当然了 我们的礼品也是非常丰厚的 一等奖是福狗望运贺岁金 二等奖是福狗望运贺岁银 还有手机秒带券和流量券 当然我们的所有礼品 全部来自江西银行提供 当然你对自己的方言有足够的自信 您可以选择来出题 只要根据提示上传一句方言 就可以了 这一句方言会收录到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的备选题库 一斤采用 您就会在节目当中播出 还有机会受邀请参与我们的现场录制 支持22种方言智能语音输入 一分钟输入400字的讯飞输入法 发起的方言保护计划供应行动 吸引了数百万用户的参与 那么这次我们联手推出这款小程序呢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了解江西方言 唤起相仇 记住相依 第二轮三进二抢位战 比赛规则 三位选手分别进行新闻播报 又评委给出两个方言词语 选手需在播报中 把方言词语融到新闻中 最后由观众进行投票 支持率最低的选手将被淘汰 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率先竞技的哈尼哥 来 请准备 这看上去好像是有好几个角色 这都得你一个人来完成 好 准备好 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两位专家 给出方言障碍词 这是上饶 这是上饶话 和新语话 它的意思呢是屋檐下的冰溜溜 那个叫火烧乌龟 银龙很老体 就火烧乌龟啊 本来一个上饶频道主持人 就不怎么播新闻 那么现在让一个上饶频道的哈尼哥 来高能播报 你可别谦虚了 好不好 所以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请开始你的高能播报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银行高能播报 我是播报员哈尼哥 六人看电影江西银行 财富金卡财富白金卡财富钻石卡 干财卡私人银行卡都可以哦 下面请看前方记者 妮妮利为我们发挥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现在在上遥的龟风景区正值暑假 可以看见景区有很多小学生来旅游 那我来问问身边的小男孩 为什么来龟风玩吧 我爷爷告诉我说龟风有好多乌龟 我最喜欢的就是乌龟了 在龟风看乌龟根本就不用火烧乌龟的 旁边这位应该就是爷爷了吧 为什么想到带孙子来龟风呢 这儿景色美 我叫孙子又喜欢龟 加上这扇也不抖跳 还没有屋的钉 对没有屋的钉 特别适合我们老人家来走走 看这人山人海的景象 龟风果然是夏季旅游的极佳 去处啊 哇 给我们的哈尼哥点赞 我觉得哈尼呢 用一个人的声音 模仿出不同的角色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一个人演出来 哎呦 徐徐如生 表现不俗啊 所以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记住刚才哈尼哥的这段表现 因为接下来你们要为我们的三位选手 来点赞投票 好 现在来看看 欢欢要面临的这一段播报内容 同时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评委 亮出方言 张爱茨 打瓶瓦 就是H的意思啊 打瓶瓣 简化 打瓶瓦 相公就是你 你在旁边看吧 他那话叫熊骨 来好三十年 我们都帮不了你 全都能自看 我们都是熊骨 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他 看客啊 好 现在欢欢 请准备好 开始你的高能播报 随着四季网络的普及 移动 联通 电信 三大运营商 推出各类无限量套餐 引发网友这一 网友发费 滑费 浪费 化费 质疑无限流量是虚假广告 所谓套餐不过是套路 而来自甘肃省纳然 瑟布斯台英布拉格的网友说 因他爸爸的哥哥的 堂弟的同学的媳妇 因家靠近蒙古国边界 常常一不小心 会产生国际漫游费 而又因他爸爸的 哥哥的堂弟的同学 是个相公 他媳妇过日子 还得打品货 以至于他爸爸的 哥哥的堂弟的同学 的媳妇大喊一声 这日子没法过了 于是跑了 在此欢欢提醒 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使用 我们的江西银行财富卡 吃正餐满100减50 吃清餐满40减20 看电影只需6元 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儿媳妇跑了 而在江西庐山市的 婆阳湖畔 新子温泉引南的 辽花镇的网友 则感慨他的家乡 过分美丽 以至于他每天 都要发视频在网上 流量费 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灵芝 叮叮当 零儿响叮当 支持增长 yes 读完了 你发现他有三大特点吧 对 加得很完美 第一个这个 苹果打苹果 要像东西加进去了 第二个 他有机的把咱们这个 财富卡 加进去了 做这个宣传 第三个还把他的歌声 加进去了 他叮叮当叮叮当 唱起来了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欢欢 是的 他真是欢欢快快 来玩的这一段高能播报 我们有请 棒棒堂 先看看你的播报内容 哇 这个 这几个名字 太难念了 很少有人读得清楚 而且很难分得清楚 谁是谁 对 请亮出你们的方言障碍词 谁怕 茶怕 就是杀 杀晃的意思 那这边是 钻子头 钻子头 就是好小气 景德正化 钻子头 就是你这个人 太抠门了 我想说 因为我们平时 录小朋友的节目 有很多小朋友的名单 都要念 然后小朋友的名字 现在都非常复杂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有三个字四个字的 对 然后我就非常怕念 小朋友的名字 因为一念错 小朋友就会非常懂事地说 爸爸他姐姐 你念错了 一定会指出来 姐姐给你点名啊 所以我觉得很怕 我好羡慕哈尼哥 刚刚那个 我好想念他那个呀 不过你这个 念错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不会直接指出来的 毕竟他们也没有来现场 我好怕呀 你们就不要提醒我 给我点掌声和鼓励 好不好 好的 准备一下 开始你的高能播报 近日 著名女演员张新宇 在微博晒照片和钻戒 宣布大婚 其圈内好友 张雨昕 张雨琪 张新一 张雨昕 张韩宇 张博新 张雨昕 张艺兴 张新月 张艺兴 纷纷点赞 表示祝贺 网友陈陈陈陈 留言调侃起 另一组名字相向的明星 张佳佳 张爱佳 张佳伟 张佳辉 张峰毅 张佳一 张佳一 都呼吁在了厕所 一名叫做 星森秒言谣的网友表示 在听完这一串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的名字之后 都要得迷茫症了嘛 说完了 说完了 但是 棒棒糖姐姐 你的两个方言词呢 你这个插帕 还有钻子疼 一个都没有加进去 忘记了 说完了 忘记了 还念得太过瘾了 就完全忘了 你是不是太过瘾了 对 我觉得我能全部念完 就很棒了 最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棒棒糖姐姐 原本完美的高能播报 却出现了重大失误 接下来 她将面临怎样的评判 按照我们的高能播报 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我们是要求 完整的播报完毕 同时呢 要把两位老师 出的障碍方言题 要有机的嵌入到 我们的播报内容当中 所以 刚刚的比评当中 欢欢也好 哈尼哥也好 都完成了 只有我们的棒棒糖 棒棒糖 现在是不是也挺遗憾的 对 特别难受 因为我觉得 我很努力了已经 但是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不难过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 是 因为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呢 这一轮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不需要投票了 因为我们只进两位 我觉得其实 来这个舞台 就已经学会很多了 然后我也是抱着 能够让江西 更多的小朋友们 能看到我们 在方言大会的舞台上表现 然后 其实我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大家 我会替你走到最后 相信我 好 告别棒棒糖姐姐 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马上打响 哈尼哥和欢欢 再一次相逢 又是一场 大偏厮杀的即逝感 在这里 我不仅有责任 我还有义务 为棒棒糖 赢下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也会哭哦 这一回 欢欢能够密集成功 拿下哈尼哥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江西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 江西银行方言大会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冠军争夺战 第三轮冠军争夺战 比赛规则 两位选手进行抢答 答对获得100分 答错则对方得分 本环节共有5题 得分最高的选手 获得本场冠军 哈尼哥 重头戏在这里 我告诉你 重头戏就是我 第一道题 请看大屏幕 1600多年前 星子出产了第一方金星宴 星子金星宴一经诞生 就伴随着陶军民的诗篇 吸引了历代文人莫克 相继而至 寻食问宴 那我想问一下 什么样的金星食材 能在你们眼中 算为是好的食材呢 要用我们星子话来说 没有杂呀 没有麻辣呀 有都不怎么干 您知道星子话当中 没有茶是什么意思吗 两位准备好 开始抢答 哈尼哥 背负着棒棒堂姐姐的希望 果然很有动力 你的答案是 我们都知道笔墨指宴 宴其实他要一个完整性 那么茶应该是表示 不好的一个词 然后想到了一句诗叫 武楚东南彻乾坤日夜府 里面有个彻字 他讲的就是 武楚两地被浩瀚的湖水所分开 日夜星辰浮在水面上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根据诗意查测 应该都有这种分开裂缝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没有分开 也就是没有裂缝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宴台很好 没有裂缝 对 好的 我们来看看答案 因为我们心思话说 你有咋 就是没有裂缝 你猜对了吗 回答正确 棒棒堂 我要替你走进了一步 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屏 请看大屏幕 请看大屏幕 我是等意上 炫富 我的肚子高 南昌华 老子 黄中 大家都说小小桂林的南昌话说的地道 我想说的是 高音公是一朗大老 一朗还比一朗小 今天我就来说说地道的南昌话 蝌蚪用南昌话怎么说 蛤蟆的音字 青蛙能铁马 耶 原来经常见现在不常见挂在屋檐上的蝙蝠 又叫什么 耶老许子 那么问题来了 南昌话里的恒镜子 这个又是什么呢 好的 这是南昌方言题 恒镜子是什么意思 两位开始抢答 哇 欢欢 这道题我算是转了 这个恒镜子 正好之前的南昌朋友告诉过我 是蚯蚓的意思 而且这个呢 在我们宜春呢 它叫这个奶蚯 在新语呢 又叫做乐蚯 在河北话叫做 泡泡冲 所以它有很多叫法 你对蚯蚓这么有了解 对 小蚯蚓嘛 蚯蚓蚓蚓蚓是它的好朋友 对 我们首先看看答案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含金字 蚯蚓 你答对吗 你答对吗 回答正确 我觉得它是梅飞色舞 含金是有这个字的 它就是半边一个虫子 然后一个景色的景子 除了沿字边 那样写的 这个蚯蚓蚓叫韩锦啊 它其实建于古书啊 至少有好几百年前的了 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二位进入到你们的第三题 请看大屏幕 哇 我现在有一种异常满足的感觉 面对这一整整一桌子的 来自于平乡的 尤其是具有着广寒寨特色的地方美食 而且朋友们 我必须得强热一点的是 我说美食一定当得起这个美字 有没有 这样东西逢年过节呀 婚丧嫁娶呀 用来招待客人的 那么题目就在它身上 这个好吃的玩意儿 它到底用平乡画应该叫什么呢 好 这个就有点难的 这个有点难 就完全需要靠你们的想象 准备好 这个东西在平乡画当中叫什么 开始 强大 两个都吃了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做 同兴梦工厂节目的时候 我去过平乡 做海卷 然后就有当地的人 给我吃过这个东西 当时有两道名菜 一道叫玉兰野鸡 还有一道就是 就这种小甜点叫 豆角酥 豆角酥 没错 这个我吃过 所以我知道答案 它就是豆角酥 来 请看答案 现在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吃是 它的形状有点像 裁断了的刀豆 或者说是整支的扁豆呢 所以在平乡我们管它叫 豆角酥 平乡语音叫 豆角酥 豆角酥 回答正确 恭喜哈尼哥 现在略微领先的是我们的哈尼哥 但是还有机会了 欢欢 好 加油啊 来 第四题 五湾油面是京西的传统美食 因为细长如虚 又有着龙虚面的美称 五湾油面虽说好吃 但是在储藏方面需要非常注意 否则很容易耸空 请问在京西话中 耸空是什么意思呢 这应该是福州这个京西的方言 耸空是什么意思 两位这一题很关键 开始抢他 欢欢 恭喜 欢欢落后 你要注意 对对对 这道题咱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提干里来说 他说就是要注意这个储藏 还有一个北方和南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北方的比较干净 但是咱们南方有时候会比较潮湿 没错 这个东西如果不注意去晒一晒它的话 它容易长霉点发霉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条 如果不注意去储存它的话 应该是会长霉子发霉 好 我们来看看答案 在京西话中 耸空就是发霉的意思 你答对了吗 两位你一题我一题 把分数咬在了评语上 再次把分为锁定在一题变形坤白热化状态 接下来这一题很关键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题 这一题会有一点难 因为将会是一位场外的热心观众来为你们出题 这就有运气的成分 是的 来 我们看看究竟会是哪一位热心观众为你们出题 你不知道咱们放映大会的热心观众非常多 对 都在等着给咱们的鸣嘴出题 好 是一位小伙子 来 我们接通一下 来 连线他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好酷 好酷好酷好酷 是吗 你好 是我吗 是你 是你 哇 终于等到我了 这里是欢迎大会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好 大家好 廖老师 听一下你们好 我叫庄仲熙 来自上楼 上楼 上楼 很高兴的今天 对对对 很高兴能给这两位出题目 我告诉你哦 现在是冠军争夺战最后最后一道题 你是全场的最后一道题 你这道题全定谁是冠军 全村人的希望吗 对 全村人的希望 太紧了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题目就比较新颖了 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观察 屏幕中的我的面部表情 嗯 好 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五秒钟也就过去了 那么我想请问的是 我的 是否选择与众不同呢 那么我想请问 在上楼话中指的是什么呢 题目出完了 我就是表情 来两位准备好 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观察 来 欢欢已经看傻了哈 两位 三二一开始 强大 好 欢欢 天呐这道题 我真的不会 你可要想清楚 你可以送我晋级的 小哥哥小哥哥 你刚刚到底是做了什么表情啊 不能不能碍事 不能碍事 对对对 小庄你保持安静 准备回答 不能对话 别的 你以为冠军是白得的吗 别的 最后这一题非常有迷惑性 欢欢若是答对 那将问点本场冠军 若是答错 冠军只能拱手送给哈尼哥 今期送过的时刻即将揭晓 我觉得小哥哥的这副眼镜啊 特别帅气 有有有有 这眉毛你看看 眉毛 很有趣 这眉毛 别的 别的 别的是 这个 有时间限制 眼镜吗 眼镜是吗 确定 小哥哥的眼镜好看 救你了眼镜 眼镜 好 来 告诉我们是不是眼镜呢 好 我现在来公布答案了 我刚好给大家时间观察我的脸部 那么答案是在我的脸上 那么别的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达老师 我的鼻子了 是鼻子吗 鼻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上海的高中西 你能处理到非常有意思的地步 谢谢你 好的 那么很遗憾了 欢欢 不好意思 你没有答对 所以呢 本场冠军就属于 哈尼哥 显胜显胜 有点意外 欢欢抢到了 但是答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最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能够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已经很开心了 不过今天来参加比赛我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 不离生息 也不知地之后也 不来咱们方言大会 也根本就不知道咱们江西方言这么的博大精深 其实我以前也去过很多的这个江西的各个地方 但是呢 也只是满足了自己的眼啊 填饱了自己的胃 却没有真的去深入了解咱们江西的文化 江西的邦言 有句话说得好呀 宝剑峰从魔力出梅花箱子苦寒来 待我宝剑磨好时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这本来就是你的主场嘛 对 哈尼哥这是我让着你你知道吗 谢谢 别骄傲了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欢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欢欢 好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冠军了 哈尼哥 其实这一路走来跟这么多的业界同行一起比赛 我没有想过会这样的获胜 这是意外的 另外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了解到了江西的方言 其实说到方言 我第一次来江西的时候 感触最深的是一次 我听到自己的家乡话 这是缓解思乡情深最好的方式 我也希望大家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 不要忘记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份财富 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支持你冠军哈尼哥 是的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评委老师 要感谢独家冠军上我们的江西 谢谢你们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 逊飞输入版和皇上皇集团队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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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